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可以观察到房市的议题 就要带你来探讨了 因为最近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想要买房 生活到底有多苦呢 根据内政部的资料统计 赫然经见这不吃不喝的时间 竟然又在家常了 不是都说房市已经开始有点降温了吗 还是薪资水准又在倒退路了呢 首先就先带你来看到这一份 内政部的房价所得比的统计资料 其实真的是越看越心酸 其中可以看到在于全国的房价所得比 这就代表着说目前看到已经来到了 9.46的新高水位 也代表着如果你想要买房的话 得要达到9.46年不吃不喝 才可以买得起房子 那更严重的当中就可以看到了 在于6都的房价所得比其中 最高的就是在于台北市 有达到15.64倍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买 台北市的房子呢 得要超过15年不吃不喝 才能够买得起一间房子 另外可以观察到在新北市方面呢 也有达到12.7倍 还有在于桃园市 有达到8.3倍 甚至在于中南部地区 台中市有达到9.63倍 台南地区呢 竟然也是紧追债后达到7.58倍 甚至在高雄市的部分 也有达到8.5倍之多 所以现在要买房子 真的是越来越辛苦 尤其可以观察到在6都呢 买房都得要7.5年以上 不吃不喝才可以 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买房的负担怎么会越来越吃重 因为说好的最近房市有降温呢 因为回想到前阵子 央行总裁彭华南才说的话 他提到了房市现在已经软着陆了 那时候大家还想着怎么可能 没想到今天助展杂志呢 就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房市似乎还真的回暖了 到底为什么原因呢 目前可以观察到助展杂志呢 公布的房市灯号呢 已经从上个月连续三颗的蓝灯 转为到了黄蓝灯 指数分数达到34.3分 那另外可以观察到是不是真的 房市直接大药镜出现了回温呢 不过助展在这里有提到一个淡书 因为他们表示说这回温呢 其实建商的信心是大幅度的回温 在这里推暗量的信心出现爆棚 所以才让指标的大暗也跟着冒出来 让信心直接的向上提升 但是他们也提到 其实看屋的人气跟买气 则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在这里看到 虽然有很多人在看房 但是不代表他们会真的进行去买房 或者是真的在进行销售的数据了 这目前看到助展提供的最新数据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